念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什么样的心态 工作出世待人节物 必须要遵守的五节识节 叫根本节 敬宗非常重视 这个东西做不好 对往生会产生障碍 最怕的就是贪嗔痴 无界实善帮助我们放下贪嗔痴 平常要放下 不要到临终的时候 还起信心 贪是什么呢 舍不得 儿女舍不得 财产舍不得 还有些心爱的东西 只有一样舍不得 就做不了 这贪 成会发脾气 不高兴 心里不高兴 极乐世界去不了 愚痴是什么 糊涂 像一般讲老人痴呆症 这个很麻烦 他临情的临终的时候 神智不清楚 往往跟他念佛都没有 这很可怕 所以念佛的人不能不修复啊 修复就没有这些障碍 一定要使用 把一切贪心 对于七情无欲 这种贪念 放下 共高国慢 放下 待人要诚恳 要谦虚 帮助别人 是修复 是好死 别人有困难 帮助他 外财 是以财物 帮助别人 内财 是用我们的身心 为别人服务 那个功德更大 这都叫财势 财务势 有内财务势 外财务势 在一个道场 我们发行做义工 内财务势 内财务势 功德很大 为什么 没看出来 如果他在 内财服务的时候 做义工服务的时候 他做的不如法 那这个功德 就打折扣了 就不圆满了 那么大家在一起 都是凡夫 凡夫都有烦恼 别人惹我 生烦恼 我也要别人 生烦恼 这个都是 把功德破坏 都打掉口了 所以要学 学忍辱 学谈定 不齐贪心 不齐称慧 不齐愚痴 这个样子 做义工 这个 内财务势 圆满功德 比外财要 高出很多 美业 感谢观看